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手乱谈,我是苏欣 大家好,我是娜杰,苏欣和彪哥好,彪哥辛苦了,就是在大清早 娜杰今天好漂亮,然后彪哥早上,你是你的早上,然后看你好像在车里面 对啊,我在车里面,那个现在,我在路途当中嘛,在路途当中 在路途当中,我还没说呢,心底我见到你很高兴 在路途当中呢,就是去克里米亚 在克里米亚附近,在克里米亚附近 对,周二的节目,然后那个彪哥说他去克里米亚去接家人 那克里米亚现在情况怎么样,家人情况怎么样 家人挺好,没有,就受了点惊吓,把那个房子给震了一下 门窗全部全部震坏了,爆炸嘛,他们就在那个机场边上 就是空军基地边上,那就就在爆炸的附近,然后房子也歪了 房顶上那个噼里啪啦那些东西也都掉下来了,把他们吓得够呛 然后呢,捆身都是那个烟味,消烟味,那个爆炸,有那个浓烟嘛 把他们的衣服上熏的也都是那个烟味,哈哈,稍微呛了一下,也没事 大事没有 那克里米亚,家人情况没什么,然后呢,克里米亚情况怎么样 克里米亚,呃,其实我也没,呃,没多多谈这个,他们谈那个事情很,呃,很恐怖嘛 所以那个,也没多谈,也没多了,现在主要是这个心灵疗伤,哈哈,心灵疗伤,没事 呃,人都挺好,都挺稳定了,挺好,那个,呃,就当时的时候稍微有点乱 就是有点乱,大家都往外跑嘛,都,都往外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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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路上堵车就很,很厉害嘛,啊 呃,其他也没什么事,就房,建筑物有点损坏,就里面有点爆炸,整个城市,呃,浓烟 浓烟滚滚滚,然后呢,呃,就防,防空警报响起,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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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防空警报,哇,哇,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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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就拖得很长的那个声音的,他们响起,所以现在,基本没事了,那稳定了,那边也没事了,呃,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呃,官方的,说法还是说是,那个,武器库,那个弹药库,没管理好,违反消防规定。 嗯,呃,爆炸了,那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乌克兰是,也没说是他打的,嗯,乌克兰人家说是他已经反攻了,然后先从克里米亚开始,不知道,没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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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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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还是正,还是正在克里米亚,还是俄罗斯的,控制区啊,控制范围啊,就昨天,我看到天上一架飞机,飞,飞过是什么,侦察机,飞得不快,哈哈, 哈哈,就是背上驮,驮,驮一个大,大圆饼那个,哈哈,那,那,那现在呢,就是那个,俄罗斯人现在已经从克里米亚已经全部撤出来了,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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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撤出来,有一部分走了,有一部分,呃,撤,撤出来了, 很多人还留在那里,很多人还留在那里,你看我们,我只把我的老婆孩子,不,还不是我进去把他们接出来的,嗯,我们是分头行动,我往那边走,他们往外撤,撤呢,我们在克里米亚边上,就是在那个俄罗斯本土这边边上,他们过了那个桥,我们在这边边上,呃,会合的,呃,没事,然后呢,我们家那个亲戚,远方亲戚,他们还住在那里,我,我说让他们撤,一起撤,他们说,好像没事了,就留下了, 哈哈哈,他们还不撤,嗯,对,他们不撤,他们不撤,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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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那里,那就应该是没什么危险吗,他们觉得没什么危险了,所以他们留,他们留在那里,那我得把,把我的老婆孩子接到莫斯科去,哈哈哈,对呀,那可惜了,对呀,你自己老婆孩子放在身边,对呀,还是挺不,还是挺不相信,挺不放心的, 嗯,嗯,那就现在呢,就说俄乌现在也就怎么样了,因为最近呢,我们都关心川普,川普总统的那个,庄园被,被抄家了,你知道这事儿啊,那肯定知道,俄罗斯头版头条,俄罗斯头版头条,嗯,有没有笑话,那个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他还,他还民主呢,还不如我们周安治国家,是吧,哈哈,也,也不是,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报道一下,这个事实,就报道一下事实,没有评论,没有评论,没有评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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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最近的最新情况,你给我们,你什么分享一下,好,首先呢,就是星期一,我们把整个情况讲一下,星期一,这个我是在晚上,因为我下午做节目,跟现在要做节目,虽然我的这个频道哈,被油管封了,但是我们就录制节目,然后我就,又剪辑呀,上传啊,总之哈,就往小镇上上传,弄好之后,我说我吃饭吧,我做的那个,吃饭的地方,然后打开电视,一看,哎, 川普庄园被raid,就是被抄家了,哎呦,我妈呀,我饭也不吃了,我在那儿看看,看看,一直看到晚上一两点钟,真的是很气愤,而且呢,当时呢,情况不多,第二天的话,情况就更多了,当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心里好难受啊,我就想,是,民主党又不知道抓住什么把柄了,这次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说不定真的是他们有什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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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又是把柄让他抓住了,所以我心里好难够, 第二天呢,就是基本上就说是因为文件的问题,什么就是classified的哈,这个保密的文件,但是其实有那分析的人员就说哈,这个保密不保密,川普说了算,那他那个时候,他可以declassified,这些就是把他们列出不保密的, 啊,练成不保密的,总之就是,我还是觉得说,哇,这个,也还仍然是不知道,如果,那民主党到底干这个,要弄这个干什么哈,但是呢,情况就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啊,三十个,在里面,今天发现新情况,一两百个,就去川普抄家的一两百个,居然在,川普家我去过两次哈, 我去参加过活动两次,他呢,是面对大海,背后还有一个,呃,海湾,就是正在这个,夹在中间的哈,那据说是连水上都有警察,哇,就围住了川普家啊,在水上也有警察,空中也有警察,那个有直升机,警察开直升机,在上空盘旋,门口也站着, 而且拿的是这个,自动步枪,自动那个,嗯,M4哈,这个,我,我对这个M4不太了解,但是,就是威力强大的,自动步枪,哇,站在门外的,水上的,天上的,哇,兴师动众去抄家呀,抄一个前总统的家,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两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自从有了总统啊,自从这个建国,两百四十多年里面,没有, 发生过一次的,哇,这太令人气愤了,他们对川普总统,你要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他可不是像那种独裁国家,你,你用什么权力,什么手段上来了,啊,那别人又把你推翻了,美国这个是民选总统,对不对,民选总统,他都是经历了考验,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嘛,奥巴马,这个王八就不是啊,这个王八就被,就是被,就是骗上去的啊,那拜登也是,这个,骗上去的,那, 川普是实实在在的,民选的总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对吧,前所未有的,那个谁也是出来说,就是,蓬佩奥也出来说,哇,没见过啊,这个就是,两百五十年的传统,你们颠覆了,对吧,两百五十年没有,你这是危险的,对吧,那你在,这个,的,首先,这个总统啊,他上去,他要么他不敢办事,他不敢干事, 因为他害怕,这个秋后算账,要么就是上去之后,不愿意下来了,因为担心秋后不算账,他上去之后,要控制住这个,啊,局面之后,他不能下来了,就好像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你像习近平现在就不能下来了,他下来之后,就找人找,只能找他算账啊,他不能受到保护,对吧, 所以说这是危险的,啊,那今天是什么最新情况呢,今天这个,啊,这个叫,司法部长出来,一个讲话啊,他呢,呃,是已经,这个都已经多长时间了啊,已经是,呃,七十,呃,七十二小时最起码,因为是星期一早上去抄家的嘛,抄到晚上,抄的大概十个小时啊,那么今天已经是,星期三的晚上了,也就是三天整的时间, 他们才出来说话,之前都没有人出来说话,啊,那个白宫说,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司法部不说话,FBI不说话,那今天他终于出来说话了,他呢,是,呃,就是说承认,他首先,他说,啊,我们要,呃,我们已经发要一个motion,我们是,呃,就是要求,呃,呃,要把这个,呃,就是,呃,搜查令和那个搜查获得的材料的名单 要公布出来,要open,要这个,呃,让大家知道,呃,他说这个话,对吧,他居然在说这个话,你是你去抄人家的家的,你还去申请什么,你去抄家的话,你肯定是,这个抄家的令,呃,这个搜查令在你的手上嘛,你公布不就行了嘛,对吧,东西也是被你拿走的,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15箱文件,15箱文件被你,你们拿走的,被拿走的,你又去申请要谁去给,呃,呃,公开呢,啊,他们想要川普去公开,川普刚才呢,就回应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呃,你们这些记者想让我公开,呃,那我要申请让川普来公开,感觉我当时听了都奇怪,然后我晚上看电视,好几个的分析,呃,就是专家在分析,就说这怎么是,你,你要,呃,这个,就是,你是这个,呃,发起,呃,抄家的人,对吧,你去抄家, 那你要给他,全美国人民做一个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你像川普这样的人物,就是,呃,前总统,那除非是犯了大罪,那是叛国罪呀,或者就是,在家里就是杀人了,被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不得不那干嘛了,这样才行吧,这样才有可能说你去抄家,或者是把他抓起来,否则的话,你到底是什么事啊,啊,据说是,文件,啊,就因为他没有上交给你几份文件,就去抄家, 这太可怕了吧,哇,哇,那个普通民众,俄罗斯不会这样干呢,对吧,啊,居然你几份文件没有,而且川普昨天就说了,奥巴马走的时候,拿了三十页纸的文件,离开了,怎么样,没屁事啊,希拉里走不止把文件带走,还把家具上万块的家具都偷走了,哎,你怎么不找他呀,怎么去抄他的家呀,对吧,而且这个不要脸的哈,这个人,我今天看他在说哈, 哎呀,我说这个人简直是太不要脸了,他还在那说他们是维护法律的公正啊,还是说什么,把这个,法治的意义就是在于公平的应用法律,没有这个恐惧,不知道恐惧,也不偏惨谁,这简直是,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在我们面前,就是这不要脸的撒谎,你说,对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奥巴马把文件拿走了,啥事没有,以往都是去协商解决,就是说,哎,你哪些,像怎么样哈,啊,希拉里他们,啊,怎么做的,对吧,啊,还有就是,你说,法律是公正的,你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哎,拜登儿子的这个电脑,对呀, DFI,拿到两年了,里面全部满满的都是犯罪证据,跟未成年人性性交,啊,这个,你,你,这样子,你脱光身子,跟未成年站,坐在一起,站在一起,已经犯罪了,对吧,就别说性交不性交,就已经犯罪了,然后什么嫖妓呀,吸毒呀,贩毒呀,给那个毒品,就是卖毒品给妓女呀,这个全部都是犯罪证据,还有就是他们跟中国啊, 跟俄罗斯,俄罗斯拿钱,乌克兰,乌克兰拿钱,到处拿钱,啊,这个政治现金,或者是说,到处去拿着他爸爸的这个地位去到处捞金,这个都是有证据的,这个钱,啊,钱,这个,这个,这个,银行转账的证据,居然,啊,司法部MBI把它,遮住,不让给看,你这也叫,他妈的,你这,这么不要脸的也叫,你维护司法公正吗,啊,好像是这个,你,文件的事情, 是不是已经五月份已经都结案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们在搜查的时候呢,不让这个律师在场,那么呢,这时候呢,那他拿走的那些东西里边,他要想给里边放上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他都有很有可能啊, 而且好像是不是是川普儿子,说是那个,嗯,视频已经录到他们在里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全部都有,都有,都拍下来了,他这个,啊,有一位女律师最近是出来在接受电视采访,啊,一个女律师之前也做过,啊,还是退伍军人做过这个,啊,叫哪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啊,啊, 也是一个支持共和党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他现在是川普的律师,他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赶到了现场,赶到现场呢,他想要看一下这个,呃,搜查令,结果呢,这个FBI呢,远远的给他,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没有让他拿到手上来看,而且呢,他想要跟着这些人,这些人不让他跟着,啊,而且要求他们是把这个摄像头全部关掉,啊,不让跟着,还把摄像头全部干掉,今天这个狼八蛋又说了,说,我们这,我们的人在那里,啊,是在这个川普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在场到底在哪里,对吧,你可能说他站在那个门口,或者院子外头,你也是说他在这个马拉哥在场, 什么叫在场,是啊,有没有在搜查的现场,他不说,他说就是在场的情况下,所以呢,啊,这个律师也出来说,他们根本不让我跟着他们,不让我跟着他们,不让我到现场,真正的现场,对吧,这就是, 但是那个律师好像接受是Newsmax的那个采访,还是,就是那个,他就有一个,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等这个事情的发生,已经, 我们就在期待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我们当时听了以后呢,都是,他生气,我那天我说,哎呀,我,我不能上推了,然后,要不然就欺诈了, 有人还说呢,说,你这一直都这么本的,然后这个事情,是挺特别生气,但是呢,后面我看了一下,就是像那个,他那个律师说,他说,我们,因为他说的, 他的那个,呃,采访有几分钟时间,但是他就是,他说,我们期待这样的事情,已经,就是说,是我们期待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 另外也还有一个呢,澳大利亚的一个那个天空新闻,他呢,当时有一天,他就说, 这个,这一件事情,就是,都是分析,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最分析, 他说,也有可能是川普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这两个看完了之后呢,哎呀,我就一下子就, 哎呀,心里就放下了,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因为这个事情呢, 事情发生到现在,你就说他像他们这种, 佩罗西的去访台呀,然后呢, 还有这一次的这抄家呀,我就,我就觉得, 我说是民主党呢,是这些左疯子们,然后呢,是用力过猛, 这次有可能会,班级市的砸自己的脚啊, 或者是, 但是呢,我们不能低估了民主党, 我们不能低估民主党,之前我这个, 我们,我的一个嘉宾陶瑞,他就说, 民主党就想要,就是要阻止川普竞选嘛, 是,已经是,让这个, 哈佛法学院的人,你给我找,找,找办法, 想办法,你哪里我们可以把川普给弄住, 这一次呢,川普的这个, 我做了一个节目也讲了, 就是川普的这个,前律师就说, 可能啊,他们是因为啊,就说, 有一个法律,是人们都不太知道的, 不是适用的,或者是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 US Code 18,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务人员, 如果你要是mishandling, 就是你错误的管理和保存这个机密文件, 那么,你如果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你就永远都不能再, 在政府工作了, 任何部门,你都不能回去工作了, 那么,他就担心说, 有可能,你看, 民主党想找川普的大事,找不出来, 但是他这次呢,很有可能想要, 给他这样的一个罪名, 就是很小的一个罪名, 就是说,你保存, 或者是你不当的, 把这个文件,不该你拿的文件, 拿走了,然后你又保存在, 不适合的地方, 到最后,我们是去抄架, 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拿出来的, 所以是你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然后,你永远都不能再回到政府工作, 那也就是说, 你就不能够再竞选总统, 他是这样分析, 那其他人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提出来之后, 其他人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也在分析, 当然,一些人就说, 也不,这个也很难去, 这个,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罪名, 把他,把川普给判罪, 但是我们要想到, 就是他妈的这个, 像这个华盛顿DC, 那全都是恨川普的, 全都是一些极左的, 他们如果在这些地方, 来审判这个案子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 那然后川普, 也不一定就是说, 就真的不能, 但是呢, 你要上诉啊, 你要打官司啊, 不停的牵扯你的精力, 时间, 金钱, 对吧, 那就是说, 对川普是极端不利的, 因为我就觉得吧, 当然了, 我希望说, 这就是民主党, 他们自己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他们确实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是最好的, 那这个确实就是给川普, 更多的这个竞选的一个, 怎么说, talking points, 也确实是这件事情, 激起了公愤, 激起了本, 对他来说是好的, 但是如果, 真的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以此来牵制川普的话, 那就又把川普的计划, 可能又打乱了, 但是现在好像看出, 看起来说, 他们在Millenia的那个卧室, 说是待了三个小时, 每天都在乱翻, 所以, 哎呀,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无耻了, 但是呢, 好像是现在呢, 就是说像民主党内的, 有一些人也出来, 像库默他们都出来, 我觉得这些人呢, 就是也是看不下去了, 那共和党就更不用说了, 彭斯, 彭培奥, 那那个那个啥, 那个佛州的那个州长, 我觉得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说共和党, 现在呢, 说是空前团结, 民主党呢, 那个温和派的民主, 也应该是看不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人, 都会感到很恐怖, 我觉得他们这样去做事, 对,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恐惧, 这就是共产独裁的那种, 或者是这个暴政, 独裁暴政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你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得到, 你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例子, 希拉里, 对, 希拉里以前, 天呐, 他三万多封邮件, 是用私人服务器, 来传送这个机密文件, 当中有很多机密文件, 这个以前那个Comey都说了, 我们在中央找到了几百封这个机密文件, 对吧, 希拉里居然用自己的这个server来这个写邮件, 对吧, 这是严重的泄密问题, 这非常就是独职, 或者是说很严重, 那么而且在这同时,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掩盖更大的罪行, 就是他们在这个中东卖军火呀, 或者支持恐怖组织啊什么的, 他为了掩盖这个, 那么结果这个IBI呢, 要查他, 要求他给他下这个spina, 也就是下了这个叫传票, 说我们现在要你交回来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 你的iPad, 结果他除了没有交, 他拿锤子砸了, 锤子砸了, 然后把里面的什么硬件, 硬盘什么, 拿那个一种特别的就软件给死, 特地销毁了, 销毁, 可以说是这个销毁证据, 就这样, IBI没有去找他的麻烦, 没有去那个麻烦, 而且把他身边的人全都immu了, 就是然后等于是说, 让保护他们了, 对吧, 而且死了很多, 对呀, 搬家旭还死人, 对吧, 那个大使就是他们的人, 那个大使还死了, 对吧, 他自己都说这是我弄上去的人, 对吧, 所以说, 你这个怎么能公平呢, 对不对, 哇, 你这个司法简直是彻彻底底的, 民主党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他们犯了罚, 犯了罪, 这个什么, 在宣誓以后在国会撒谎, 你都不管, 可是共和党这边, 你看看, 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Roger Stone, 罗杰斯通, 川普的40年好友, 我的妈呀, 就他和他老婆还有一条狗在家, 去了几十个, 也是差不多三十几个, 全副武装, 拿着这个, 这个就是那种全自动步枪, 去到他们家里面去, 凌晨5点15分钟, 凌晨15点15分钟, 几十个人, 装甲车, 飞机, 直升机在头上盘旋, 去抄他的家, 这老人家, 就是两个老太婆, 两口子这样子, 需要这么心事动众吗, 去抄他的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恐吓, 那这样的话, 就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很恐惧啊, 对吧, 你可以说现在FBI成了你一党的打手了, 或者说几个人的打手了, 对, 是几个人, 主要是几个人的打手, 对, 他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就算我是民主党, 如果我不听你的话, 你想让我干什么事, 你想我去杀人, 我不去杀, 说不定你就来杀我家了呢, 对吧, 谁是安全的呀, 中国人最清楚了, 你像你公共典法, 杂乱公共典法之后, 那些一切都是党掌控的, 那个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党的狗了, 就是毛的狗, 对吧, 想整谁整谁, 想打谁打谁, 红卫兵也是毛的这个武器, 那你真的是没有人是安全的, 他们自己, 但是对, 那你像在那种情况, 然后就是一种专制下, 那么现在美国你看你是号称民主, 那么今天能走到今天, 我觉得你说是就是民主党变化了呢, 还是是这一种制度呢, 我觉得像这个, 让我对这个精英治国的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这个疫苗的事情, 我就感觉这个西方这个精英治国, 真的是非常挺害人的, 那么这一次呢, 你觉得就是说是民主党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制度的问题呢, 他你看啊, 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精英治国, 指的很具体的是什么, 但是啊, 美国是民主制度, 这个是不假的哈, 但其实呢, 美国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制度, 它是一个有限的民主制度, 宪法之下的有限的民主制度, 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啊, 它其实对你的公民的要求是很高的, 很多这个世界上哈, 我们就是知道说啊, 好像就是美国呀, 欧洲啊, 有那么几个民主国家哈, 啊,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非洲, 中南美洲是大量的所谓的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之前在非洲哈, 就是那个英国人, 英国人啊, 这个殖民地, 他们离开的时候, 都给这些国家设置好民主制度, 可是呢, 都崩溃了, 都崩溃了, 或者是说民存实亡, 民主制度很难, 呃, 仰护, 就是说, 因为它呢, 这个国家呢, 由人民来决定, 大批的人民来决定, 而这个就是问题就很很多了, 对吧, 那就需要人民是有觉悟的, 人民是有道德的, 人民最好是有信仰的, 人民是相同的信仰, 这样的话呢, 你更能够啊, 这个推行这样的民主制度, 而一旦这个人的素质啊, 已经, 或者说人的道德已经败坏了, 淋丧了, 也不畏惧天地了, 这什么都不畏惧了, 反正我就是唯利仕途了, 那这个民主制度, 呃, 迟早就会崩塌, 啊, 就崩塌,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的呀, 那你看, 我觉得是在奥巴马的时候, 他呢, 用这样的一种, 就是共产党那样子的, 就是江泽民钱那样, 就是让你发财, 我让你腐败, 我给你腐败, 我给你钱, 让你腐败, 然后你又听我的, 对吧, 就是你像这个, 呃, 为什么华盛顿DC, 这么民主, 民主党这个氛围这么厉害, 就是, 你像这个拜登上来, 你看看他现在花了多少钱, 这些钱都是收买他自己人的, 奥巴马上来, 一上来就是上万亿美金的, 这这样的一个什么, 什么的recovery啊, reform什么的, 总之就是他说, 要重建这里重建那里, 哪里也没重建, 他妈的, 全部装到这些人要报, 他们搞了一些什么绿色能源的这些公司什么的, 全部都是失败的, 然后最终选钱走人, 对吧, 这就是说, 他们用这种方式去腐蚀这些人, 这些人顶不住, 顶不住之后, 就慢慢就成为一个腐败的政府, 腐败的政府, 那他们组成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治国, 就是, 包括像那个FUJI, 他们说, 我是对这个精英治国, 我是当时是疫苗的这个事情, 加拿大的这个谭博士, 那你当时他是一言九鼎呀, 关于疫情, 他说了算呀, 你什么呀, 你就像那几个保守派的省份, 省长, 你不能不听这个医疗官的呀, 那么你像这一次的FBI, 还有这一些, 我觉得好像就是, 奥巴马他当时说是, 在这个关键的岗位上, 换了六千多人, 那么他组成这一个网, 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深层政府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 你至少你是这个深层政府的爪牙呀,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 咱都不说那些, 那些非洲的那些民主制度了, 像美国这么成熟的民主制度, 然后呢, 我就觉得好像, 你现在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你像, 所以你这一次, 你像那个, 都会垮台的, 任何民主制度, 都很有可能会垮台的, 当你的人已经, 你像这次, 就现在已经就快垮了, 其实美国今天的民主制度,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是我们, 因为, 你这样一说, 你这样一说, 我们感觉, 我感觉是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让中国的很多那个民运人士, 你要一听他, 让他们要一听, 他以为, 他会认为我是, 他说, 你现在这个水平, 怎么跟小粉红都差不多, 这个是事实摆在眼前, 因为呢, 上一次的大选, 可以说就是窃选了, 民主制度, 就是让人民投票, 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 而如果说, 人民投了的票, 都算什么都不算了, 而全部被偷窃了, 这个上来的这个政府, 根本就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你说这不是已经, 是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且他们已经独揽大权, 现在可以说是, 为所欲为, 去抓捕, 可以说是去, 抓捕这个反对党, 你说这, 这是不是民主制度,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等到他们, 语意再丰满一些,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反对党, 连我们这些小人物, 你看我现在, 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 都被他几次封靠了, 连我们也不能说话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 那还叫什么样的民主, 对吧, 民主给我们的这些权利, 全部都剥夺了, 那还叫什么民主, 那民主不就崩溃了吗, 今天就, 民主制度没崩溃, 这个赶安快说吧, 美国嘲笑一下, 他老师说, 我们还在念, 不是美国, 民主嘲笑一下, 不用嘲笑美国, 美国这个制度挺好的, 挺好的, 现在就是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 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现在比如说, 你有个漏洞, 被人偷去了, 你这个民主被人偷去了, 那个制度上有一定的漏洞, 那怎么样, 把这个漏洞得补一下, 你得发, 这个民主制度得, 再发展一下, 他们要把这个漏洞, 把这个民主制度再完善一下, 谁敢补这个漏洞, 他把你抓起来, 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 现在现在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来补啊, 美国人民来补, 你看这是, 你看现在是, 嗯, 他们下车出他们的狗, 派出他们的党卫军去抓人啊, 去恐吓你啊, 所以现在三分之一个美国人, 站出来说, 要拿起钱来捍卫自己的权力, 这个就是, 很难,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斗争的一个过程啊, 嗯, 美国人民看到了, 这个里面有漏洞, 他盗去了, 那怎么办, 第一, 得把那个, 这帮恶人啊, 现在管理, 或者是先把那个制度啊, 你得, 法律有漏洞, 修改他一下, 完, 完善他一下, 要把漏洞搞得更大, 他们现在是要把那个, 你投票, 按照民主党的话呢, 他们要修改的法案的话, 他们要出台的法案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示, 我根本不需要出示这个, 你的身份需要选举, 而且现在呢, 就是刚刚通过的法案, 这个法案要雇用, 八万七千个税务专员, 来查你的税, 你谁敢不服, 不服就打到你服, 把你扔到监狱, 你敢漏一块钱的税, 他给你一万块钱的网款, 你能如何, 美国人拿起枪, 把这个县政府给干了, 对吧, 那这就把人家欣赏很大, 而且现在的情况, 所以你看, 你看, 那就你看到了这个问题, 很多美国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看到了, 有这个问题冒出来了, 我们再把它解决掉, 像身体上长一个笼包一样的, 这个笼包冒出来了, 你击破它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对, 你看这个民主制度里面, 民主制度里面最主要是, 你怎么保障民主, 怎么来保障民主, 就是有一个法治嘛, 法治体系嘛, 法治体系, 如果你发展到一定程度, 有缺陷了, 发现有漏洞了, 就不下, 这个是美国人民, 只有自己的智慧会起不断, 所以你看川普这个事情, 我也说一下, 第一次我看到这个消息很震惊, 很震惊, 就震惊, 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哎呦, 这个迫害, 共产主义社的迫害开始了, 对, 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 那后来看看这几天过去的, 好像确实也是, 这种迫害式的这种开始的, 那就说明, 这说明, 说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 像拜登他们这个后面这个团伙, 就是已经非常疯狂了, 他这个, 他们不够法律了, 这个宪法也好, 法律也好, 他们都已经根本就扔到一边去了, 根本不遵守, 反过来说明什么, 反过来说明什么, 他们大肆已去, 接到最后的疯狂, 就是说, 他们的那些很多东西都露线了, 他们的阴谋轨迹, 和那些暗箱操作, 和那些盗取, 美国人民权益的这些事情, 都露线了, 他没办法了, 他现在到了最后的疯狂了, 我有这种感觉, 你的感觉很转, 如果不到最后的疯狂, 他还是装隔离的, 很人模狗样的, 是吧, 他现在到了, 他已经不顾吃相了, 对, 他这个做法已经不顾吃相了, 这是说明什么, 他说明, 对, 对, 彻底裸奔, 那是什么, 说明到最后, 说明这个事情, 美国人除了, 除了你大姐, 除了我们小言, 除了还有其他, 很多美国人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美国人, 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都意识到这个事情, 所以, 他们现在要抓紧时间, 把川普给压下去, 对, 所以是, 有这种感觉, 他们现在是迫害川普, 最后你看, 如果他们还会更疯狂, 他们还会更疯狂, 所以川普也要保护他, 让他也要提高警惕, 提高那个警戒, 保安措施要准备, 对, 是吧, 对, 彪哥说的那点, 我觉得我挺认同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他们狗鸡跳墙, 是因为他现在在没别的杀烧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像那个民主党现在呢, 他如果要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会伪装的, 还是要打着什么, 民主自由的什么的那些旗号, 现在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情, 那全世界都看着, 连胡锡进都看不过去了, 刚才三姐留言说, 问彪哥说, 俄罗斯人怎么看, 川普被抄家的这一件事情, 俄罗斯人没, 就是头版头条发了一下, 然后没人看, 没人评价这个事, 没有评论, 没有评论, 不评论, 不信了别了, 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这个就是, 他们俄罗斯人先想一下, 俄罗斯人先想, 这美国怎么了, 这个就是, 这好像有点不太, 他们感觉好像, 这美国怎么了, 是不是感冒了, 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个事情就是, 在评论也没什么好评论, 这样, 俄罗斯人是这样, 先管好自己, 先管好自己, 然后再管别人的事情, 别人的事情, 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对的, 你先把自己吃好, 喝好, 然后你再, 你有多余的, 你就再分点, 就我们那几个邻居, 都是一样的, 每家每户都吃的挺好, 然后就邻居分点, 就这样, 挺好, 是吧, 对, 但是美国今天, 真的是在生死存亡的, 这个关键时刻, 如果今年的中期选举, 不能拿下参动两院, 那民主党就是, 他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的, 他可以, 你看现在就是通过的这些法案, 就已经都跟你撕破脸了, 你要要增加, 八万七千个税务官员来发, 对, 这个就是科政啊, 这个科政猛于虎就已经要来了, 就是要, 科政他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是直接是对着川普支持着的, 你就像加拿大, 当时我们支持卡车斯基, 然后他就把我们的账户就给我封了, 他不是封了, 他就给你, 谁给你打款的时候, 他说这个账号有风险, 那你说你这个直接就是, 没有可能他们要这样做, 不止这样啊, 他们现在这个国税局五百万发子弹, 四千多支枪, 四千多支自动, 自动半自动, 总之是都是非常高级的枪, 那么而且今天有人说了, 这个抓住隔岁局的这个招聘广告上, 居然跟这些招聘的人说, 我们需要你去执行这些什么去搜查呀, 去逮捕啊, 什么这些行动, 而且你要会使用枪支什么, 总之一看这个他们招募的人, 就是一种武装, 很多这个像Ted Cruz就说嘛, 是一个shadow army,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军队, 他是一个影子军队, 或者是暗影军队, 他来对付人民了, 就像东厂一样, 西厂还东厂啊, 跟中共的那个招聘城管差不多了, 就是他呢, 资金又雄厚, 然后人员又多, 他这个就是说, 完成了这个八万七千个招聘之后, 这个呢, 就是美国国税局总人数就超过了十六万, 十六万人呐, 但是也另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什么民调, 说是现在百分之六十九还是五十九的人说, 拜登呢精神有问题, 那也没有用, 那也没有用, 因为你看看就是拜登这么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痴呆, 对痴呆的人, 居然在上头都待了这么十几个月, 将近两年了, 对吧, 那他能怎么办, 这个有的人说是, 他是假人, 那假人又如何, 和真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他在害人, 而且把美国害得比真人可能还要厉害, 那你说, 你说他假人, 哦, 他们是假人, 假人又如何, 对吧, 他们上来之后可以说十八个月的时间, 你看看他们做了多少事情, 将美国迅速的, 这个可以说是拉垮, 整个美国, 你看这个打仗, 打仗要在这个阿富汗, 是白白送了几百亿美金的这个军火, 给中东这些恐怖组织, 然后跟这个乌克兰, 又给了乌克兰几百亿美金, 哇, 就这么大傻逼, 对吧, 然后非法移民敞开了, 你来吧, 来吧, 几百万来, 天哪, 油不让自己的油油不让踩, 然后现在油价是翻倍, 翻一倍五, 对吧, 一点五倍, 这个通货膨胀根本无法控制, 你看看,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就这几样, 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 你看看他们, 不到美国的衰退, 嗯, 对, 小看的低估了他们, 毁坏事情的能力, 他们实在是太邪恶了, 他们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嗯, 太邪恶了, 太可怕了, 我们有一个观众, 然后留言说, 那姐太悲观了, 我太厉害了, 你太悲观了, 太悲观了, 他说我太凶了, 那种厉害, 太悲观了, 但是呢, 真的, 这就是事实, 我们今天这就是事实, 如果中期战军不能转转, 他们接下来, 要出台的, 如果他们还控制参众, 两院加白宫, 他们出台的这些, 出台的这些政策, 这些法案就可以, 可以说是和平的, 把美国变成一个独裁统治国家, 就好像他们, 他们, 你看啊, 他们怎么可以啊, 他们可以把这些非法移民, 全部给他们公民, 投票权, 这一下子, 你看看, 以前就有几千万追法移民了, 现在哗啦啦又来了几百万, 那这样的话呢, 哇, 几千万他们的票仓, 就建立起来了, 对吧, 而且还说, 不要去, 你要是查他的这个ID, 就那个, 就是你种族歧视了, 所以, 没有ID都可以去投票, 那你想一想, 而且他们可以多处投票, 你想一想, 他们把这些人送到红州去, 红州分分中变蓝州, 对吧, 那还有什么民主制度可言啊, 对吧, 这就是完完全全是一种入侵, 然后呢, 用这种, 这根本就不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让你的人民来做主, 对吧, 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 而这些根本就不是你的人民, 它是非法入境的, 而你让这些人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 就好像让小偷, 来决定警察局应该有几个人到哪里去巡逻, 对吧, 你这个完全, 这就是民主, 如果这样子发生了, 民主制度就崩溃了, 如果真正这样发生了, 而且我们他们这样子做, 他们永远都在台上, 没有机会下来了, 再加上他们投票也好, 舞弊也好, 再加上这大批的非法移民, 他们还可以再愿意更多的来呀, 对吧, 我民主党把你弄来了, 给你身份, 给你投票权, 你要不要感激我, 你要不要投我, 对吧, 那么来了我给你福利, 德州好像把那个又给纽约又送去, 华盛顿又送了好几车, 然后现在呢, 所以那边也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 这个对美国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虽然现在呢,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衰退的地步了, 我们要一提这个美国的衰退, 或者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倒行逆施, 我觉得他中国的这些精英, 就包括我以前的一个偶像, 贺卫芳啦, 什么的, 很多的那些, 就是很有名气的那些, 你包括那个诚意中, 展示像疯狗一样的在推上, 然后攻击这个川普, 然后呢, 维护这个民主党, 我们要一谈这个美国民主制度, 现在呢, 已经怎么样, 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非常, 让人就说哭笑不得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一说, 然后呢, 小粉红啊, 或者老粉红, 他就开始给你点赞, 然后呢, 那个中国所谓的民运人士, 他们呢, 就是很反对这个暴政, 或者独裁的这些人呢, 他就开始批判批评你, 你看你现在这个水平怎么跟小粉红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很多华人啊, 所谓的什么民运什么这些人, 很多啊, 我之前是不是想讲, 他们呢, 真的是对民主, 根本完全没有认识, 对这个, 对资本主义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对左右也根本没有很好的认识, 他们来了, 你看啊, 他们在中国是反左的, 对吧, 他们共产党是极左嘛, 以前是反右嘛, 共产党把右派都给送到那个, 牛鹏去什么的啊, 共产党是极左的, 可是呢, 这些人是反共产党反左的, 可是他们来到美国, 立刻就加入民主党, 你说这些人, 你说你听他的, 那就完全就是一笔活动账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自己发明一个东西, 说啊, 中国的左和右是跟那个美国是不同的, 放狗屁, 这简直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迷上了这个民主这两个字了, 他们说, 一说民主党, 一说民主党, 他喜欢了, 对吧, 他根本不能够, 也可能, 或者说他们在中国, 也不能够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 民主党今天的所作所为, 而且民主党当然了, 他们是口吐莲花呀, 他们把一切都说得很好, 就共产主义也是啊, 共产主义是什么, 人天天堂啊,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要喜欢共产主义呢, 死命要去实现共产主义呢, 对吧, 就是中, 那个是人间天堂, 没有阶级, 没有等级, 没人人平等, 然后呢, 是人人, 是这个物质极大的丰富, 你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你不用担心生活, 你今天想吃苹果, 你到餐, 你到那里去拿, 你要盖房子, 就你要想住房子, 就有房子给你, 你想要什么, 那你只要, 那你做什么呢, 你就是各尽所能, 你能干啥, 你会扫地, 你就去扫扫地, 那里去扫一下地, 好了, 你就可以享受这一切了, 免费的房子, 免费的食物, 免费的一切, 这就是共产主义啊, 对吧, 你说那些人都相信了, 对吧, 共产主义, 任何东西, 他想要推给你的时候, 他都是披上这个华丽的, 美丽的外衣, 还喷着玫瑰香味, 对吧, 那可是呢, 你没有去看清楚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是很可怕的, 所有的, 这个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 无一例外的, 就是贫穷落后, 这个人民被饿死, 然后政府那种残酷的镇压统治, 没有一个例外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感觉美国现在就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路上, 就在这个路上, 就在这个路上, 如果是继续, 你看现在他们这个所作所为, 多么的脱离现实啊, 对吧, 多么的脱离现实, 就像这个, 像很多什么航空公司也好, 这个高科技工作也好, 哎呀, 我们要diversity, 我们要请多少黑人, 多少什么人, 多少什么, 对啊, 可是这些人他不能工作呀, 他的智商, 或者是他的, 尤其是飞行员, 他根本就不能工作, 你是你让他去开飞机, 那不是就把你的飞机都摔了, 你要害死多少人, 对吧,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好像, 其实中国的例子, 就是可以说让我们学习的, 当时就是他们这种漫无目的的幻想啊, 就是说, 哇, 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了, 那个食物随便吃吧, 大食堂, 大食堂去吃吧,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想出来说, 那我们这个就有这么多食物, 如果这么吃, 就只能吃三个月, 剩下的那一年, 剩下的那几个月, 或者就能吃半年, 剩下半年怎么办, 对吧, 没有人愿意去想, 都是充满了幻想, 哇, 我反正我今天吃上了就行了, 对吧, 民主党这一年, 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它是不可持续的, 它很多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它走往前走一段时间, 就要崩溃, 没办法走下去了, 所以就是, 这个北美的这个现在共产主义, 也真的是, 加拿大呢, 就像那个特鲁多的那个, 他的那个政府, 然后呢, 有一半以上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 或者是这些方面的管理这些经验, 然后呢, 但是呢, 他是什么那个族裔的搭配, 或者是性别什么的, 他这个他觉得做的挺好, 就是他干不了活呀, 他干不了, 就像你看我们美国不是有一个这个交通部长, 一个gay, 人家问他说, 哎呀, 这个油价这么高, 我们都没有办法加油了, 他说, 那你就买一个电动车, 就加油了吗, 天哪, 这不就是像中国那个核不食肉迷一样吗, 人都饿死了, 都没有粮食吃, 人说, 哎呀, 我们没有粮食吃都饿死了, 他说那你怎么不去吃肉呢, 他说那有肉, 我能饿死吗, 我能够到今天, 连你都买不起了, 我能够不买得起肉吗, 对吧, 可是他居然就说, 哦, 你没有钱加油, 那你就买电动车呀, 你说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工作的, 他所做的职会, 一切都相崩溃, 所以我们一提到这个共产主义, 然后呢, 我觉得北美人可能就是, 然后呢, 就想起了俄罗斯,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你看这个俄罗斯不是苏联, 但是呢, 还是像共产主义的从你那出来的, 所以彪哥你脱不了干系, 共产主义啊, 我跟你说, 这很多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是不足的, 没有认识清楚, 共产主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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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藏得太深了, 他有很多的迷惑性, 就是, 真的是, 要识破他, 还是有一定的迷惑性, 留在我们肩上的任务, 还是比较重的, 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这个本质, 要揭露出来, 本质要揭露出来, 是吧, 你这个, 对, 也是这样, 现在美国, 还是, 我记得那姐说, 美国没问题, 问题有小问题, 我说问题很大, 目前问题很大, 现在问题不大, 美国的未来问题不大, 因为美国人都现在看清楚了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你看, 那姐你在那海, 我们小妍也在传播真相, 所以也没问题, 大部分的美国人民还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还是懂, 你看, 其实美国人比俄罗斯人更懂, 更懂, 这个叫, 其实叫更懂什么, 其实是更懂自我, 他就是说, 一个能认识自我的人, 他就很难, 很难是变成共产主义者, 对, 对, 共产主义者其实是没有的是消亡的, 他是没有的是没有个体的, 所以呢, 美国是有个, 这个基础它是有个, 它有自我意识的, 有自我意识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大, 你看现在这个, 你的权力被偷了, 就是你这个选票被偷了, 为了保障你这个作为民族, 作为一个主人的这个群体当中, 就在这个国家里面, 你作为一个主人的权力被偷了, 美国人看见了, 意识到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知道怎么被偷的, 也知道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下次不要被偷了, 对, 这个很困难, 民主党他们这帮人, 咱们这个这个集团很厉害, 很厉害也不一样, 你得监票就是, 美国人自己想办法, 用台湾的模式, 就是那个计票, 你不要用现代化的, 他不让你这样做呀, 他不让, 好几个好几个州, 已经现在已经确定了说, 没有ID不能投票, 他为什么不要啊, 不能够, 有几个州好像是宣布, 一个法律通过了, 他们不让这样做了, 他们不让这样做, 也对的, 不是说他们这个行为是对的, 这个符合他们的逻辑啊, 他们的盗局啊, 偷窃啊, 他肯定不让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他不是偷不成了吗, 那个贼肯定他要, 他还要继续偷嘛, 那你肯定不让他偷嘛, 那就, 你去把这个揭穿他, 然后说你这样做不行啊,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不行了, 这样计票就是不行, 这样投票就是不行, 那这样就, 你搬回来, 搬回来不就行了吗, 你看现在慢慢的那个, 你们美国在做那个, 这个叫什么选举, 地方选举是吧, 中期选举的初选, 中期选举, 不是共和党现在很多都赢了吗, 是吧, 不是共和党赢, 是川普背收的, 党内初选, 肯定你是, 就是本党的几个候选人, 来这个初选竞争, 但是是被川普背输的, 全都赢了, 背输的赢了很多, 对, 你不是全赢了, 就是只要是川普背输的, 还没有到最后的决战, 到11月份, 跟民主党来对决的, 现在, 所以现在, 中期选举很重要, 对, 不一步向前走吗, 一步一个脚印, 现在搞得很大, 对, 川普的团队也在做, 他也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那姐, 你不用悲观, 我觉得好像就是像, 民主党现在呢, 它是越狗鸡跳墙, 它呢, 最后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它可能, 它越疯狂, 然后呢, 它离灭亡呢, 应该是越近, 所以我觉得好像现在呢, 真是这个就是, 我们观众也留言, 是要唤醒人民, 其实现在美国呢, 就需要更多的人来觉醒, 然后呢, 你就想呢, 你像现在的共和党, 就是川普共和党, 我们要简称一下川普党, 我觉得是现在是势如破竹, 而且那个佛州的小胖, 现在好像是, 也拉起这个大旗, 然后就是支持, 特别那一下, 支持川普, 嗯, 这都是, 这都是, 好, 特别好的好消息啊, 嗯, 对啊, 那就这样, 也对了, 你悲观一点也可以, 就你那还得更, 强力一点, 更多的人就注意, 就这对方, 我跟你讲啊, 我在这个2024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嘉宾, 叫陈丽姐, 然后呢, 我就经常请她来分析, 说这个川普能不能赢, 如果有的时候担心, 她就, 那姐你真讨厌, 担心什么, 担心什么, 川普是本赢的, 我跟我老婆一人买了1000块钱的那个, 买赌啊, 赌川普赢, 我们都拿钱进去, 难道你有什么可怕的啊, 就还骂我, 说我太过操心了, 结果好吗, 那一天晚上, 我们和小妍什么一块做节目, 就是在看着这个点票, 哎, 点着点着, 人家停下来了, 我当时想, 完了, 完了, 哎, 你看, 有些人就说, 那天你又多操心了, 你真的是, 真讨厌这人, 真讨厌, 可是我跟你讲, 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我问我老公, 情况怎么样了, 我老公说两个州已经反转了, 我当时我床都起不来了, 我知道完了, 因为我, 我对民主党的了解, 比很多人的了解太多了, 民主党他妈的, 这些娃娃蛋, 这些娃娃蛋, 他们是敢干, 敢想敢干的, 啊, 他们是能干得行的, 所以我当时, 我的第二天, 我就已经知道了, 完了, 这个民主党他已经把事实弄成, 就是已经是继承事实了, 你没有办法了, 那结果呢, 后来我们还是想方说法的, 就是我个人的, 他呼吁啊, 怎么样怎么样, 到后来还是拿不回来, 哪怕川普总统当时也是很有信心, 我们要把他夺回来, 可是因为民主党太坏了, 而共和党太软弱了, 我这个这么多年在美国, 我在跟他们在一起, 我先生也是一个, 我这个传统共和党,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太知道了, 我当时第二天早上啊, 我听说这个两个州反转之后, 我当时真的都起不了床了, 就起不来了, 他这个共和党就是, 他不是他软弱, 我觉得是他们是有底线, 有道德, 有底线, 我的想法, 我的这个判断, 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这个是不是说, 我在这儿瞎操心, 或者说我在这儿悲观失望, 不是的, 真的是, 我的这个很多的预测判断, 都是正确的, 而且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个, 如果川普不能当选的话, 灾难就来了, 美内瑞拉, 这个我们变成美内瑞拉南非, 真的是指日可待, 我说到时候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非法移民会进入到美国很快的时间, 你看看说对了没有, 对吧, 我当时说了很多事情, 现在全部都成事实, 不能乐观的, 不能盲目乐观, 盲目乐观只能失败, 对, 不能盲目乐观, 但是也不能放弃, 像娜姐一样, 像小妍一样, 像娜姐一样, Lucy啊, 还有那个文杰, 我觉得好像就像这些铿锵玫瑰, 还三姐, 哎呀, 我三姐做了一个那个那个就1月6号的这个, 她一直在跟踪, 还有一个她那个车队她也一直在跟踪, 然后她呢是在那个DC那个监狱门口去采访了一下那个阿什, 叫啥阿什那还是, 阿米什, 是不是阿米什啊, 你说阿, 就是被枪杀的那个1月6号被枪杀的那个, 哦, 哦, Ashley, Ashley的妈妈, 然后呢她去采访, 然后呢就那么一期节目, 我在那一场江南大台放, 然后呢就被那一场就被移除了, 给我一次警示, 说你这是你发现的第一次, 如果再发生一次的话, 我就要警告你一个星期不能上传节目, 然后说大选舞弊, 这个是一个禁区不能谈, 那么你说大选舞弊不能谈, 然后疫苗这些都不能谈, 我觉得好像现在他们真的是狗鸡跳墙了, 你就是, 那你就明确告诉我这中间有鬼嘛, 所以我就觉得就像咱们这些坑枪玫瑰, 然后呢都没有放弃, 那你说我觉得还是, 那你希望是肯定有啊, 但是呢, 我觉得好像是, 哎呀, 要更多的人要去, 要清醒, 要更多的人要一个大觉醒, 那现在那民主党这样呢, 我觉得他这种, 他肯定他, 你就逼着这些人清醒了嘛, 对啊, 你看三年, 谁也不知道, 民主党已经布了那么多的局了, 已经搞了那么多的鬼了, 是吧, 不是, 现在都知道了, 是吧, 他现在没有, 我们就看看指华人, 对吧, 经历了共产主义, 那么惨啊, 死了几千万人, 我给你问问你们哪, 几个, 几个人清醒了, 对吧, 几个人清醒了, 还有就是刚才这个, 苏星说的那些, 什么所谓的民运什么的, 这些人都不能清醒, 今天还在拥护民主党呢, 你想想, 清醒是多么的艰难呢, 不容易呀, 你像在美国, 华人来了美国百分之六七十, 最上七十支持民主党,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清醒不过来, 你知道这也, 我跟你说一个原因, 他们不会吃饭, 为什么, 他们吃不好, 他们没吃好, 不会吃饭, 所以他清醒不过来, 对, 没吃好, 没吃好, 真的, 其实今天, 我今天, 要哥开个餐厅, 给这些人吃吃饭, 他们清醒过来, 他们不喜欢吃饭, 特想探讨一下, 这个中国的这个, 就是华人, 然后呢, 就是在中国, 还在国内的这一些高职门, 然后呢, 或者还是已经都来到这个北美以后的这一些拥抱民主派的民主党的这一些人, 你想那想, 他们那些, 到底是这个思维方式啊, 或者是他们的那种想法, 这其实今天挺想探讨一下的, 咱们留着这个话题留在下次, 下次, 然后呢, 我研究过, 你研究过, 你好好把他们分析剖析一下, 就是这些人是怎么个情况呢, 那今天还有一个最后的, 咱们就在今天节目就到这, 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 你看那个娜姐的这个T恤和, 彪哥这个T恤两个还挺配合挺好的, 那就是Let's go Brandon, 对, Let's go Brandon, 在下面的, 结果呢, 彪哥的这个是Brand, 你后面是, 所以这个配合的挺好的, 因为这个是, 这是一个口号, 这是保守派门的一个口号, Let's go Brandon, 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 然后呢, 非常感谢, 我们最后呢, 那个总结一下, 娜姐, 你先, 对, 我其实我要总结就是, 你看像对川普总统, 他们都这样丧心病狂, 这么完全不顾, 什么都不顾了, 就可以说跟你这么, 把一切就是跟你干了, 不要脸了, 彻底不要脸, 也不要伪装, 什么都伪装, 全部撕下来, 就这么干,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我去到我们共和党的会议上, 我经常都跟他们讲, 因为他们都好像还是说, 这个选举的问题, 我说今天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生和死, life and death situation, 我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呢, 这个很多人就说, 那我一个小小普通的人, 我能干什么呢, 你当然能干什么, 就是这个中期选举,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选举了, 以后民主党独裁了之后, 选举你的票根本没有用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全部那个非法移民, 把你的票全淹没了, 几千万非法移民, 拿到了投票权之后, 你的票全淹没了, 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是, 就美国的最后的时刻, 我所说的, 有些人就说, 拿姐你真的是太夸张了, 这个夸大其词, 可是我说的全部都成了现实, 我之前在两年前说的, 今天都成了现实了, 对吧, 所以不是我在夸大其词, 只是我看得更清楚一点, 民主党和共和党, 我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你有投票权的, 你一定要去支持共和党, 无论如何, 这次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你要去选共和党, 那然后就是, 你如果没有投票权, 你要向周围的你的亲属, 去动员他们, 中期选举非常重要, 要去给共和党投票, 好的, 对, 不是那姐危言耸听, 形势确实非常的严倦, 然后用好自己的选票, 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表哥, 对啊, 那姐说的也对, 我们说的都对, 就是要认清形势, 认清形势, 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要, 要什么叫, 真实的, 就是评估, 对, 当时, 对, 看清当前的形势, 然后就是, 一步一个脚印去做, 做自己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看不清形势, 那怎么办呢, 呃, 你想办法看清, 还是看不清, 你就先想办法吃好, 你还吃不好, 你就想办法吃, 你先吃好了, 你就慢慢就看清楚了, 好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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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吃好喝好, 认清形势, 继续前进, 好不好, 如果, 如果选不好, 他也没得吃了以后, 所以就不要想到吃了, 如果这次, 干嘛, 让民主党彻底掌控了, 那我们真的以后没得吃了, 我们是吃虫子, 对, 明天我要做这样的节目, 要我们, 要让我们吃虫子, 吃虫子, 我们多伦多现在已经一个蟋蟀农场, 已经投资了好多了, 对, 投资了好多钱, 现在蟋蟀农场, 所以呢, 现在那个俄罗斯放开移民很有必要, 对啊, 说不定每天我们都要去投奔那个, 呃, 标哥了, 我们要移民俄罗斯了, 如果在这让我们吃虫子的话, 我们要去, 呃, 这个, 呃, 俄罗斯去打, 土豆, 打狼吃, 打牛吃, 去打猎吃, 不能, 我们不想吃虫子, 我们就把俄罗斯, 这个, 吃这个, 看到俄罗斯去, 跟着标哥去, 好, 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两位, 大帅今天呢, 没有点事, 那下一次, 他说下一周呢, 他跟我们台海局势呢, 他跟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应该有大事, 那好, 也谢谢咱们的那个观众,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呃,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谢谢苏星和标哥, 谢谢大家, 谢谢那姐,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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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